老师现在有灵感 他要上台 你们今天太算道了 本来是他讲的 我是先电挡一下 我们现在以热热的掌声 来欢迎陈老师 真是不得了 今天是请季老师可怜可怜我 因为我真的很想上来讲 这种忍不住的感觉 你们能够理解吗 各位不瞒各位说 我刚刚在里头 从头听到尾 也应该说 几乎是从头哭到尾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感动在哪里 刚刚各位看到了今天的直播 第一个就是我们吴一姐 最后那个是吴一姐培养的 全中国第一 所以今天这一场演讲 我知道一定没问题 因为最好的隐言者 就是吴一姐 而且他培养了中国第一 所以我中间这三半呢 我很紧张 但是我知道 有他们走在前头 我常跟他们讲 什么样的路最好走 有人带的那条路是最好走的 所以他们三位就开始讲 各位有没有感觉 他们讲的虽然不好 可是他们却是真感情好文章 那这几天呢 我比他们还紧张 两点 三点 七点一早 就打电话 宝贝 你记得你怎么讲吗 你先讲一遍给我听 他们三个都已经先讲一遍给我听 我不瞒各位说 他们讲给我听的 有一天 如果有机会 我放给你们听 比今天讲的好很多倍 因为他们忘记了 忘记了我就看 从我们卫医生开始 就一直看那个 看 看纸条 你们可以感觉 在穿那个眼睛吗 所以 我是他们的娘 他们到底 几两几斤中 我一清二楚 我们卫医生 原先是不狗言笑的 他不跟狗开玩笑的 因为他说 我在 他那个大师妇产的医生 非常有名 然后呢 接生接不完 然后他说 虽然接生 喜获灵耳 比做别的 那个医生好多了 但是呢 把自己累的个办事 人家喜获灵耳很高兴 他却累的个办事 所以呢 他就讲说 他做医生的时候呢 他真的 不晓得该笑什么 因为他看到 他的两个同事 跟他一起 居然现在两个同事 都得到癌症 一个已经走了 一个呢 正在化疗中 而他却这么样健康 他最感谢我的是说 老师 你带给我的希望 快乐 你让我居然可以去帮助这么多人 而我今天帮助这么多人实现梦想 居然不是靠我的专业 靠我的这种啊 医学的这种知识 而是靠我进入案例 懂得怎么做人处事 懂得怎么放下自己 懂得怎么样去给人家信心 而且同时魏医生 各位你知道 他自己有一个 矿 那个矿 投资就投资多少个亿 他现在是跟 环玉环环老师一样的 他那个矿给他的兄弟姐妹 他说老师啊 在投资的过程之中 即使是亲兄弟姐妹 赚钱的也要 亲兄弟您算账 如果亏钱了 就会说哎呀 我这个月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老师 我即使现在的矿都一直在赚钱 可是他觉得赚得不快乐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矿 送给他的兄弟姐妹 他不做了 而今天他居然接生 他也不接了 他现在整天就问 老师去哪里 我可不可以跟 哎呀 想想也要感谢疫情 终于可以把他们甩掉了 哎呀 你知道我多舒服吗 一样不然去了美国 这几个又来了 就纠缠着你啊 真不晓得该怎么办 想想很想跟季老师谈谈恋爱 他们每天都在那边 那种眼神 我们好谈恋爱吗 所以各位 真的今天听他讲话 而且看到他 变得好年轻哦 我都没想到 虽然他是做医生 是很土的 可是今天看到他 简直就像整形医生 你们不觉得吗 而且他在讲话之中 抓住这几个重点 抓得太好了 第一个 他说老师重复告诉他 你出去讲话的时候 你要底气比别人足 因为你是在助人的 你是在帮助他们 你是在帮助他们 实现梦想 你应该自己的自信满满 可是呢 却要懂得怎么样 亲和的魅力 给是要有智慧的 不要觉得我是高高在上 我要给你什么 人家给的很不舒服的 所以你给人家 还要给人家有成就感 所以我记得 我当时就跟魏医生讲 我说在我教书的生涯之中 我有几个结拜姐妹 我在阳明山国小 那时候有七个结拜姐妹 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虽然今天我在现场 年纪最大 想当年七姐妹 我可是最小的小仙女 各位知道了吧 请你不要小看我 所以我是七仙女最小的 那时候我最大的那个 结拜姐姐家里很有钱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在阳明山 真的回想啊 当年我们连厨房都没有 我们只是等于校长看到我 这样子配给我一个 六个塔拉米的房子 而我们啊 下雨天就不能够做菜 晴天还可以做菜 各位你很难以想象 我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 我现在在回想过去 我在想我怎么活过来的 读了那么多书 教了那么多年的书 从小就有个梦想 要做自胜先知 可是当你知道两岑都是疯的时候 那个滋味很不好过 所以各位 我回想当年的我 跟现在的我 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 可是到最后 我没有办法让我孩子 甚至于面包都吃不起 我的弟弟哥哥每一次都想 我们最喜欢妈妈发薪水的那一天 因为只要一发薪水 我们就很多的奶酥面包可以吃 还有我这一次就跟余天 还有他们几个续房他们几个 就说来 我们要去续房家 或是要去哪里 我们就去买很多的那个桃酥 那个对 那个什么面包 奶酥面包 结果大家透过Google说 找到奶酥面包是哪里 等到他们买来说 你们通常有问题啊 老师要减肥呢 各位 要是以前 你能晚日跟近日 决定着我当年的决定跟选择 所以各位 你们有发现 真的是千万只能努力 不如正确的抉择 方向不对 真的努力白费 我不是说教书不好 但是我教书的结果 我真的无法给我孩子回来 我无法让我妈妈过得好 我们每次请客 请客来 只不过煎一盘蛋哦 你知道客人走了 这盘蛋还要端起来 那等明天客人来再吃 那小孩子眼巴巴的 看着那个煎蛋都吃不到 你们会不会相信 后来我的生活好一点 我妹妹说 我的妹妹今天也在线 她就说 姐姐你知道吗 当年哦 每一次带便当 我打开便当 就是一个蛋 哎呀都吃得快吐 我说 婉珍 你比姐姐命好多了 我过生日才有一个蛋 你每天都有个蛋 是不是靠姐姐去教书 还要教舞蹈 还要去帮人家补习才有的 所以我妹妹说 哎呀 比较晚又真的 真的是姐姐比比我苦多了 各位你会相信吗 今天我们做了安利 我可以送给我妹妹一栋房子 而且那是我们起家的房子 然后呢 我妹妹我妹婿 真的也高兴得不得了 说几个兄弟姐妹会这样子 但是各位如果不做安利 我们今天能这样子吗 所以我刚刚听到 魏医生就谈到说 创业为什么复不过三代 因为第一代创业 第二代首业 第三代就半夜 我就想到今天 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秀秀今天有来吗 有来了秀秀 带子儿有来吗 太棒了 秀秀是我这次去学国标舞认识的 这一趟我会到台湾 学国标舞建了三组线 那现场呢 来了两组 还有一组赶不过来 我答应明天去看他 是舞蹈的 开舞蹈的那个 就是说 应该讲说那个俱乐部的老板 也被我推荐下来 现在那个我们去那边跳舞 喝的水是安利的水 但而且他有好几台空气清净机 所以我们就会喜欢去那边 各位我真的想起来哦 我只是专专见见把我的故事讲给各位听 所以刚刚听到魏医生讲的 是不是他整个人改变了 而且他这么快乐 他讲去美国的那一段 他们讲的每一段都让我感动了 一直哭一直哭 又很紧张 因为吴毅讲的时候我比较不紧张 郑老师讲的时候我那种尘埃若定 有这个中国第一讲话还担心什么呢 你说对吗 可是那上半讲话都把我紧张死了 但是陪着他们笑 陪着他们哭 这就是我们的这种心怒历程是共同走过的 为什么我们之间会这么多的这种关怀与爱 是等于孩子一出生 就是我亲自带的 所以我跟他们虽然隔离在千里万里以外 我想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魏医生一定是在听 魏医生一定也想到老师当年讲的 医生只能够救病人 却不能够去救穷人 所以我听到他讲完以后 他讲完以后我心定下来 接下来让我更紧张 那种许青的分享 我一看就知道许青好紧张 但他刚打到打麻将三天可以打六场的时候 我们爸爸最开心的 那一路不是讲说许青讲得好不好 而是跟每个人讲 我们回大陆有牌咖了 多了一个许青 那边边旁边坐的是我们的儿妈 儿妈就高兴的一直点头 然后就跪着可以出去打牌 跟我讲老师你去上海可以让我跟吗 我也是牌咖之一 那我看待会会有一大堆来报名了 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丽人今天好兴奋 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 你要好好地认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今天来了很多人 他跟我讲老师 我来十几个人来就说 不不不还有更多 你看这一堆人是不是很现实 只要底下坐的人多 就好像你还去 如果今天看到儿子来了 老师你今天待会要下诗 叫我好好讲 还要告诉我要讲这句话 要讲那句话 各位你想想如果安利不好 为什么每一对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是这样子 我今天特别高兴的是 你知道今天我们小朋友 每一个直播他都特别赶到台北 他说老师现场的直播老师在讲 那种直接的感受那种热度 可以震撼到 所以他每一次他学的很值得 每一次学完回去 他那种兴奋度那种热度那种热成 所以他的儿子 刚刚不是曾经经在讲吗 我们最近都在讲 说曾经经就讲 他几岁做到皇冠大师 曾经经是37岁做到 然后赵阳是39岁做到 那哥哥是第一代 第二代的第一个皇冠大师 哥哥居然是36岁做到 那下午呢 曾经经会讲 老师我告诉你 周凡阳也是36岁做到 这个时候就知道谁是亲的 我就赶快说 对对对对 哥哥36岁做到 金梅35岁做到 结果大家都在比来比去 所以就想到说 这次历人被古哥刺激得 很厉害的是什么 因为啊 那个古哥就讲 他呢 这次在不是那个 钻石的时候不是都有封面吗 他看到说杰哥做封面 而且照片很多 他只在里头小小的 他四岁的小孩 四岁就会讲 爸爸 你的照片为什么这么小 那为什么那个 那个叔叔的照片这么大 各位别人刺激没有用 他的儿子刺激一下子 爆发了他要成功 他说你放心 爸爸也会变成封面 所以各位 我刺激力来留下去没有用 我就是要刺激他的威威 我跟他讲 我说他现在跟凯凯 是青梅竹马 是有希望 那你就要告诉凯凯 告诉威威 超越凯凯 爷爷奶奶 爸爸全部全力搬你 超越 让凯凯追你 追得很惨 那我就跟他讲 我们凯凯很有出息 因为这凯凯 因为这凯凯跟我讲 妈妈你知道 这个凯凯比 定义还聪明 我现在跟军普在比 他说他的儿子聪明 我说我的儿子聪明 因为我的儿子是他的老公 然后他的儿子是我的孙子 他就怎么讲 他妈妈你知道吗 有一天 那个凯凯跟另外一个同学补习 同一个老师补习 结果考卷下来的 那个同学考了94分 我们凯凯考了74分 他说妈妈我气呀 他那表现过 妈妈我气呀 那个气的表情并不好看的 然后就说 他就骂凯凯 凯凯 人家为什么考94分 你为什么考74分 你猜我这个孙子多聪明 真的不输给我儿子 真是清楚于乱 胜于乱 他居然看得到妈妈一眼说 你为什么老是把我跟别人比 你知道这样比的结果 我今天晚上睡觉心情都不好 小学呢 然后接下来第二天上课 那军普呢 叫凯凯 凯凯赶快起来上学 那小孩子小很爱睡嘛 怎么叫都叫不行 他就骂他 凯凯你给我起来上课 你怎么怎么这样子 我们凯凯又看他也说 妈妈 一大早就罢我 你知道我昨天一夜心情不好 你现在一早在骂我 我今天整天心情都不好 我说 这简直跟定语一搏一样 绝对不要去 是DNA 绝对是他亲生的 太像定语这样的话 我要是讲定语他一定也是讲 你干嘛跟我把我跟别人比 可是现在定语跟我的感情就变得这么好 哎呀看到这一次我儿子 今年度他们夫妻上了八组 而且呢 现在他带出三个钻石 我都带不起来的 他带起来的 今年小公也会上 然后阿杰又上了 然后秦明也上了 这次我们的直播 全中国的朋友都知道 大家都说要好好来的跟定语跟君谱学 哎呀我那种感觉 比要跟我学还要高兴 所以什么时候父母最高兴呢 就是孩子的成就 孩子的成功 才是父母最大的成就 你们说对不对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我要告诉各位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榜样 各位一定要记得榜样胜于一切 尤其是像我儿子这样子 如果我不做 他会做吗 他不做的时候 我只好跑给他看 我让他知道妈妈成功 妈妈所这种生活 妈妈过的日子是这样子 你知道这次他们做得这么好 我们昨天就去关街了 因为我最近都跟到郁珍的那边去 我今天看到郁珍来的 郁珍老师好快乐 你们看到我穿的衣服都是你的 今天几个钻石也全部都是穿你的 所以你不红也得红了 那你知道 那最近买的都是比较便宜的衣服 比如说一两千块就解决了 越买自己自卑感越重 想想现在的收入 我都是买的 不然到估计那里 然后人家说老师那个话太难讲 放异好一点 我说总而言之就是不知道跪在哪里 一条裤子就要有那个线 两条就要两千多块美金 两千多块六七万 各位我买一条裤子 就可以去那个郁珍那边 可以买半边的 全部买过来一个人送一个 但是自己去买人很奇怪 当你买的越便宜的时候 也越来越觉得这是真窮 然后贫穷会限制你的梦想 所以昨天一气之下 爸爸带动说我们去逛欧任 那我们去逛欧任的时候呢 我们目标明确 方向正确 表达精确 大家就往这个方向走 我们只走商家店 一个巴里斯加 一个帕达 你看我英文多好啊 对不对 所有人明白 我的英文都很棒 但是被小鹏翻译以后 我觉得没成就感 我翻译那个不知道跪在哪里 我们小鹏跟我讲 老师我翻译得更好 我问你怎么翻译 他翻译 他翻译 他说翻译 笨蛋土地瓜基 他说 那个笨蛋土地瓜基 我刚才也有点像 所以各位 那基老师呢 从来都不可以买那么贵的衣服 昨天到了那里 一看打折 十万块钱 打四折 才不过四万块钱 所以呢 我们爸爸也买了好几件 说爸爸 爸爸说 宝贝 我这个衣服 一看过去 就是有质感 然后昨天回来 一直试试给我看 我不敢告诉他 我的质感是什么 我去看了巴里斯加 一件衬衫 还没有我们 遇见那边漂亮 一件衬衫的八万多 看一看 不要落在那边 后来想一想 我自备什么 今天又接到了 本来不讲的 爸爸在这边 我有很多事情 不愿意讲 今天又接到 这次安利公司 不是美国 中国在开那个 ADAC会议吗 那我说 因为疫情 我没去 不去开会 你要你问 牛家俊 如果他在 伊特亚不去开会 请问你 他会炒你的鱿鱼的 我就要比较这一点 我今天这一点 非要告诉 雅俊不可 安利有多牛 我不去开会 公司不但不骂我 寄来九十万 请问各位 九十万 我为什么不买 结果我买了以后呢 我们去问 普拉达的鞋子 各位 那个球鞋 你在路边趟 三百八就可以 三八三八就可以买得到 要不然二百五 二百五都可以买得到 那么我到了普拉达 问 以为说那个便宜 一定很便宜嘛 问说一双鞋子 多少钱 两万八 那当时打折 我打折 打多少 打七折 打七折下来 两万五 才卖一万五 我一下子就买三双 一万五 你看有够便宜吧 对不对 那所以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他还把普拉达 写在我的鞋子上 我就告诉你 这就是普拉达 今天因为在直播 不好意思 中国那些谎话大使 一定说 老师 下一次到台湾 你要带我去 因为普拉达 今年的设计非常好 都是薛仁告诉我的 薛仁说 老师今年普拉达 设计非常好 你要去看一看 那结果呢 我们到了那个 那个巴黎苏家 那结果今年度啊 军府做得这么好 那昨天呢 那个那个 连那个路路也跟去了 结果我们军府 看了一件衣服衬伤 也是也不过 七八万而已 打折下来 才三万 爸爸赶快刷卡说 送给媳妇 我说爸爸 今天一定要送给媳妇 我们爸爸二话不说 马上买 你看 今天我们来了 又有炸鸡可以吃 又有鸡汤可以喝 所以各位 哎呀 有的时候说 钱不能买到一份真情 也不能够买到亲情 可以 钱可以带给每一个人喜悦 各位你说 对不对 所以当你做安理做到这样子 我不要用我这个月的收入 只不过没有开会 不被寄过 还寄了九十万 哎呀 在想到安理公司 顺便打电话给我说 老师你一定要来 韩姐跟我讲 老师你知道吗 这次开会啊 你没来 我们那个鱼总嘛 鱼饭鱼总 一直跟韩姐讲 赶快打电话叫你老师回来 哎呀 老师在台湾待太久了 反正台湾人也不珍惜嘛 你说对不对 那你看我对环渊啊 对这一群宝贝讲话 简直对牛弹琴 他们也不会笑 但是现在环渊都变了 每天送水果 送鱼 送来我吃鱼 到处送 各位 你能理解吗 现在台湾的钻石 完全醒来了 今天百分之八十的钻石 到他现场 昨天去了那边以后呢 我们儿妈妈请客 问我 老师你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 我可惜我现在在减肥 减肥之下 不吃白不吃 我还是吃了 王永青的牛排 又吃了好多个菜 一毛钱都不用花 你看看 帮助人居然得到的结果 是这样的 然后他们要我带他买衣服 尤其是我妈 儿妈 最大方的 因为昨天还愿没去 她觉得最有钱 老师 今天你告诉我 叫我买什么包 我就买什么包 所以我找到第一家 Prada 真的有够便宜 很漂亮的一个包 六万块钱 打对折才三万 我们儿妈就说 那老师我可不可以买 我说可以啊 你不想去问他 哪有说只有我能买 你不能买 结果我买了 几算钱买了包出来 我看我们儿妈 哈老师我今天先来看一看 下一次我自己近一点 再回来买个冬饭 我怎么知道 他没有做到 皇冠大使 舍不舍的买 我不知道 但是儿妈打牌 输给爸爸不少钱 但是他居然输了 说很高兴 所以各位 你能理解吗 你说我不想叫 也忍不住想叫 所以就好像你中了热透奖 一下子中了好几亿 叫你不准笑 不准笑 你会不会躲在厕所里头偷偷笑一下再出来 所以刚刚听到许清在讲 说他到了美国 一路哭一路哭 很怕警察来问他 小姐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他又不会讲 就躲在厕所 哭了十几分钟出来说 那个戴炳燕 你不是说要做板样吗 为什么你自己不来学 叫我来学 他跟他先生的对话的过程 把我都笑死了 他讲戴炳燕在上面写白字 他刚好那天带去的都是主治大夫 还有他的副事 因为他是副事长 结果当时看到他先生在写白字 居然所有人就当场不给他面子 站起来就走了 你说那些人多没风度 可是结果我们的许清在想 哎呀我第二天去上班 这些嘴脸我怎么见他 但是没讲到他老公 他就讲了一句多有学问的话 他我的先生没有文凭却有文化 哎呀各位该不该为他这句话 给他一些掌声啊 因为刚刚我们的那个 那个郑清清讲 刷起鲜花响起掌声 大家都会在问 老是什么刷起小红花 让自己的掌声越来越起来 因为在中国啊 你就是你做得很好就给你很多红花 各位这样懂吗 所以刷起小红花 热烈的掌声 给这今天 从吴义开始到了我们的魏医生 到了我们的那个许清 真是讲得太好了 金五金就会讲 妈妈 许清怎么那么幽默 我说他本来就这样子 而且他那么坦白的认错 我很霸道 然后呢刚刚 那个居然 那我们历人提醒我 老师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去上海 去他家 然后他看到老师半夜去 那场寝盆大雨啊 他们家的门口真的扑虎地大 然后他说 所有的家具连夜换掉了 还特别请个上海米其林的师傅 到他家去做菜给我吃 各位你知道 当时历人跟那个 跟那个秀华去 他们两个都是我的贵兵 然后他们就钻了一碗西饭给我吃 我说不吃 结果他就把西饭帮回去 历人就跟秀华讲 你怎么有西饭 我怎么没有 他说因为钻出来 陈老师说不吃 我赶快说我吃 你看秀华多出品 赶快说 我说我不是 他说他吃 所以就留下来 终于他们两个美女 大侧大物 原来到大陆来 到老师的钻石家 是不分贵贱的 只看你是不是 是不是做到皇冠大事 我想这一场对历人的刺激 也是很大 各位你说是吗 你看老师到了中国 你看他们这样子对我 那更不要讲吴义啦 刘宏啦 还有我们的那个 那个正经心啊 韩姐啦 那真的是哦 我真的无法相信 我今天因为安利 而当年参加只有900块 各位想想看 如果说你今天投资9亿 你今天赚到钱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各位你会相信吗 900块 只是透过学习 透过去助人 透过自己用 透过自己学 透过换个牌子 换个位置 换一群朋友 换个话题 只是换 各位就一个换 把你的世世代代的命运 全部换掉了 所以我今天看到小鹏来 小鹏就跟我讲 老师下一次9号 我把我儿子带来 因为现在是比 谁家的孩子先上了 已经不是比第一代了 而是比第二代了 眼看着就要比第三代 真是急都急死人了 所以这一次 我们韩石在5月9号 各位 正常是要做到8月才上聘 对不对 我们韩石可以做到5月 而且是月初 甚至破了两个纪录 以后他跟他妈妈一样 他的名声是 可以说说 全世界都红了 二代 居然是在5月9号之前达标 所以各位 安利不是你要不要 而安利不要 不是你能不能 而是你要不要 这种动力 这种决心 跟这种 敢大声喊出来 我要什么 所以小鹏这次演讲 最棒的一点 当我看到他在黑板上写 12月4号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记得 连中国大陆都记得 你说小鹏赶不上吗 那小鹏赶不上 那定语赶不定吗 这连定语跟军武要连做法 所以我相信 那定语跟那个 也很紧张 那自己尚不尚不重要 而这里的人 是比家人更像家人 所以我们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 12月4号 12月4号 然后问 12月4号是什么 12月4号是小鹏 上了钻石 现在在中国大陆是说 5月9号 5月9号 5月9号是什么 5月9号是韩姐的儿子 韩石上钻石 哇塞 各位你能理解 我也越讲越激动了 那所以呢 听到我们那个 许青讲的 最后 人家代笔根 真的没有文凭 他却有文化 他居然讲老婆 那你就告诉你的代夫们说 人家没有文凭 却能够再安理成功 那他们如果有文凭 不是比我做得更好吗 是不是一语道破崩住呢 我看到我们 我们的刘大哥 一直在点头 一直在点头 想当年刘大哥 来到我身旁才27岁 那时候那种动力十足 所以现在 连那个苏玛尼 看他们的命说 他们70岁以后 就跟我一样 跟我以前去看 他们说 我70岁以后 我的钱会像海浪一样上海 我当时心里在想 怎么可能 在哪一个行业 70岁 还有人请你 请你去当主奶奶吗 世界上有这么多好人说 哎呀 你一过70岁 我就请你来我家 当主奶奶 是不是 我相信了 可是我相信了 我知道 我必须在哪里成功 这就是刚刚季老师讲的 你要找对路 所以我知道 我70岁以后 我的财富能够这样子 我当然要在安利 去帮助更多人 因为好心有好报嘛 你们说对不对 我既然知道 在安利里头可以帮助这么多人 我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当我跟修秀讲的时候 修秀也觉得 他们夫妻的创业 已经第一代 他是从 这个等于他爸爸那一代 传给他 可是他跟我讲 老师我好羡慕你 我们自己是老板 我们也请员工 他每天还要去上班 哎呦 我关讲到这些 我就快要累死我了 像我这把年纪 适合六点钟起床 赶公车 或是自己开车 我又不会开 那现在我跟季老师 两个都老了 我们爱睡到几点 就睡到几点 我们爱去哪里跑步 就去哪里跑步 我们家门口最漂亮的 那个河体 面对着七座山 而且有淡水河 所有的人跑到 我们家门口去 去那个跑步 我就偏步 我就跑到远一点 到内府去跑步 因为内府有好几条线啊 我总有一天跑到 利人跟刘大哥感动了 打电话给他 他不会说 我在陪我孙子睡觉 一定说老师 我为着我的孙女儿 我都半夜起来陪你跑步 你说对不对 像利人这种人 受得了这种气吗 他从小跟我讲 都是做领导的 所有人都听他说 连秀瓦都跟我讲 我们很怕利人 因为利人说 一我们不敢二 连林青甲都说 我的骗子 要经过刘大哥 刘家俊 审核好说 这部分你可以演 各位 人家带的是什么人啊 但是我也是很自私啦 平良心说 我在想利人留家 如果都来做 就像爸爸说的 排他少了 我怎么办呢 所以我现在拼命说服他们 你们两个好好享受 你看带利人出去 多有面子 喝下午茶 要有人陪我啊 你们说对不对 可是今天听到了 魏医生讲的 又听到了那个 许清讲的 又听到了我们 那个吴毅姐跟郑清新 哇塞 他们两个已经花钱 都来不及了 我在哪里买房子 吴毅就在哪里买房子 我在澳门买房子 吴毅就在澳门买房子 我在新河湾买房子 他老兄就在新河湾买房子 气得要命 我就躲到法国去 结果呢 他也跟去了 我没买 他都买了 你说我多生气啊 现在吴毅姐 刘虹吴毅 你看法国都有房子 但是我没买 没关系啊 我哥哥也买了 对不对 哎呀我不买 我儿子买的也不错嘛 那接下来更气人的 我躲到美国去 躲不了他们啊 吴毅姐 不是在我楼下买 就是我在旁边买 那吴毅也是这样 那刘虹也是这样 你说我气不气啊 各位 哎呀真的想到 这次疫情 我们多久不能回美国了 大家都在叫 哎呀快点啊 疫情过后 我们啊打了预防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 世界各地去了 你看我们在美国 每一个人就是住在 那一栋房子里头 我们每一个人 那个我们现在把那栋房子 叫做FC大楼 各位你有机会可以来看看 我们在澳门买的房子 也是叫FC大楼 那一整层 我们全部买下来了 所以各位 有没有想想啊 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没有钱也万万不能 我们虽然一点都不熟悉 我们一点都不喜欢钱 真的 但是去买东西的时候 发现 这个衣服 这个鞋子 哎呀不错 昨天我们军部买了一个马靴 真是有够变 真的是我现在也学年轻人讲的话了 所以各位 那今天最后听到我们的那个曲 听到一个蔡晓讲的 刚开始蔡晓好紧张 蔡晓原来牙齿很难看 结果这次牙齿变得那么漂亮 我就要献保一下 黄老师 别人都不听 看到蔡晓也是好现实 本来快要睡着了 一看到蔡晓就认真 然后回头一直 拱着手说 老师谢谢 谢谢 因为蔡晓今天在这边 作为一个感谢 又一个感谢 作为一个自我检讨 说当年不懂事 看不懂案例 不珍惜他 也不珍惜老师 被我骂的个办事 现在决定要用成功 我相信黄老师底下 最快的一个FC 可能就是蔡晓 所以刚刚立人也跟我讲 好多人跟我讲 听到蔡晓讲 他的宝贝的一个 这一个故事 讲到这个人 那个卧床五年叫芬朗 然后他已经交代 后世要自杀了 他老公下的钥匙说 芬朗 我今天有一碗饭 是先让你跟孩子吃 我不要吃 我再苦再累 只要回来在外面 喊芬朗 你回答我 我就有 就有那种勇气去努力 只是去捞沙 一天才赚个几块钱 一年赚两千块的米币 各位你能理解 当他们了解案例以后 不用投资 可以让穷人翻身 各位你能理解吗 现在他买的一栋房子 他以前说 连个厕所都没有 这一次他买的房子 房子里头有24间的厕所 各位 随时都有厕所可以上 各位 这穷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人家一晚买的房子 买一栋房子 有17个厨房 他有20几个厕所 所以以后欢迎大家到 菜脚下线家具 你不怕没有厕所可以上 我们这么多人在几间厕所 他家20几间厕所 你要那么平全的一个人 各位今天当你听到他们一串串一串的婉事 你们会感觉怎么样 而安利不是只有三年 今天安利在台湾 明年就40年 今天安利在全世界 已经超过60年 一个孩子刚出生都60岁了 所以存在就是价值 那我看到我们修秀 虽然生活无忧无虑 可是他没有办法 跟他先生两个像我跟季老师一样 简直就像神雕侠侣 我们是无忧无虑 没有任何让我们觉得烦恼 我们晚上睡觉醒来 就像季老师说 风吹剪毛动一动 睁开看看外面下雨 我们再睡 我们季老师现在 只要有牌局他最快乐 以前他打牌我会生气 后来自从我看了一个健康论 就讲说 一个人 你如果每天很爱shopping 就会带给你快乐80% 然后呢 谈恋爱 你如果说刚开始谈恋爱 夫妻也可以重拾 再可以谈恋爱嘛 对不对 跟安利也可以谈恋爱 我们小结不就是嫁给安利了吗 然后谈恋爱 给你的快乐就100度 最后居然讲说 赌钱给你的快乐是1000度 哎呀我一定 天天鼓励季老师教你快乐 输钱不怕嘛 对不对 反正输来输去都在这几个人手上 那各位 你能理解吗 所以现在我不但不要求季老师不打牌 还要拍儿妈把屁 儿妈 你一定要帮季老师 最少一个礼拜煮一次 要不然我就不帮你上了 你要跟你的那个 那个小毛讲 季老师只是帮他看一张牌 说这张牌不要打 他就要改姓季 你看 我们小毛多好 所以季老师可以多培养几个 季老师培养出来的钻石 我都鼓励你们陪季老师打牌 所以现在季老师就一直也在想培养那个胜利 因为培养胜利又多一个牌咖 对不对 哎呀各位 我真的讲起 我记得一堆的笔记都没有讲到 但是呢 我就是讲个没完没了的 所以各位你看 我看到大多数也都有讲到的 然后呢 我就想到 你看今年看到定义这样子 你能知道我多快乐吗 那又看到今天有80%的钻石在现场 这么认真的学 我不晓得你们今天听到 吴毅姐讲的 吴毅跟那个郑晶晶都可以不要做了 他们花钱都来不及了 而今天仍然那么紧张的 跟老师讲 老师老师 我该讲什么 因为今天是面对全球性的 我都忘记了跟季老师谢谢 上次去季老师那边 季老师带我参观了他的家 然后说 为着帮他儿子买一个车位 结果买了一栋上亿的房子 然后跟我讲 不要 不能讲了 不要对外讲 我没有对外讲 各位这样了解吗 我没有在外面讲 是在屋子里头讲 所以各位 那季老师那天请我们吃饭 吃了十几万啊 连阿里古斯请我们都没有吃那么好 你看烤鸭 然后呢 又是鲍鱼 又是龙虾 又是羊排 还有我数都数不完 那没见过的菜啊 我们都看到 结果吃到最后 每一个人都打包 还可以回家吃三天 我们吃到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所有的钻石 要不要回请朱老师啊 朱老师真的感谢你 也因为这次感谢 我去了 我就跟何老师讲 我要帮你的那个小马设定目标 因为小马可以在三十五岁上皇冠大师 所以我们要盯着小马 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小鹏的儿子今年才二十六岁 我们告诉小鹏四年上 所以小鹏的儿子准备三十岁上皇冠大师 那现在军军呢才二十 也是二十几岁 所以今天续房来了 那现在寒石都上了 军军是不是也是在三十岁以前上 因为上次会后会 军军讲了一段话 我真的觉得好快乐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棒 比他妈妈优秀多了 从来没有折磨过我 都是让我觉得好有成就 所以我发现传统生意是一代不如一代 安利事业是一代超过一代 像历人刘家俊就跟正正不能比 对吗 那我当然跟我儿子也是有一段差距 那现在呢 看到每一个二代都越来越好了 因为榜样在那边嘛 所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榜样 那今天我更高兴的 我们美华的孩子 妈妈今天虽然没有来 我们娃娃来了 娃娃你今天来老师多高兴 然后看到你跟军军像姐妹一样的 那军军要鼓励娃娃好不好 那今天所有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我现在也要问候 应该说是泰国的物根末 我没有跟你们问候 现在要跟你特别问候 然后呢 也问候马来西亚的那个李老师贵族姐 也问候日本的维娃 也问候那个韩国的皇冠大使 是圣大哥 所以我们韩国 日本 应该讲是泰国 马来西亚 我们超凡都有皇冠大使在 我们今天五福四海 有这么好的团队在那边 各位今天我们怕什么到哪里都有加 所以各位我真的好羡慕你们 你们的命怎么这么好 在老师奋斗 明年就到达40年 创造了一个这么大的超凡的系统 今天我接到报表 我居然这个月业绩又比上个月更好了 上个月才8万分的红宝石 这个月又到达9万分了 而且又跳掉线了 然后台湾也是 还有美国疫情一年多 居然我美国成长45% 我在中国在哪里 居然我最高兴的还要告诉你们 我居然在德国 今年可以领到年终奖金 我在德国居然疫情时间上了 上了翡翠 所以真的要很感谢 定于现在全世界各地 我们在国际线上 我们有做直播的 所以变成现在全球 我即使不能去 那我也很感谢我的儿子 在世界各地帮我做了这么多的直播 所以明天也应该买一件衣服 鼓励我的儿子 所以想想 真是太快乐了 各位你知道吗 这个一快乐 就是又开始滑来滑去了 因为季老师说 记得下一次看到凯开 第一句话先问她 宝贝今天心情好吗 所以各位想想看 二九百块创造的这一种商业王国 刘大哥一定知道 这个商业王国可不是只有台湾 可不是只有中国 可不是只有香港 而是远至五湖四海 五大洲 甚至于非洲都有了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真的想一想 半夜都会睡醒来 我们今天何德何能 今天在这个事业上可以做到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人帮我看命 我觉得看了还真卷 他就说 陈老师 你这一辈子 记得千万不要去投资任何一个生意 你只要任何一个生意 只要你把钱投资下去 那个生意一定会垮掉 所以我很听这个抗命的话 任何一个生意我再也不投资了 我真的过去投资 欠了不但亏了钱 还差一点点 一家的生活都陷入绝境 可是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安利进来了 而我当年还要感谢刘家俊介绍我的 刘大哥自己不做介绍我 他真正的好心 你知道吗 他真的做到人若无求比之高 因为他根本不要我这条线 因为我这条线对他来说 顶多像郑金金跟韩介 一个月也不过一两万美金而已 对吗 五六十万 他怎么会要呢 所以他介绍我 我叫他参加都不参加 所以我们没办法 我跟刘建明两个都是我们那个另外一个以前直销公司的一个 做应该做公关的一个 那个那个我们都叫他叔叔来介绍我们 结果我们是全台湾两个最快速度开始 开始有世纪的 所以也是全台湾两个皇冠大使 因为我们师兄做了皇冠 我做了双皇冠大使 现在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们说 你的介绍人怎么这么厉害 百分之百的命中力 他这辈子去介绍两个人 而且他都没有讲话 他只坐在楼下喝咖啡喝一个小时 结果我们全部因为我们太了解安理的重要 我们太了解安理的好汉 我们太了解安理的伟大 所以各位当我越了解越懂得去比较 越懂得去分析 那越来越想通了 越来越看懂了 所以我们讲话的底气这么足 我们会觉得如果我爱你 我不告诉你 我对不起你 如果我觉得除非我讨厌你 除非我不喜欢你 我就懒得讲 假如我喜欢你就像刚刚郑老师讲的 你被陈老师盯上了 也就像我大儿子讲的 我为什么要赶快坐到皇冠大使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一定会盯我 我干脆一鼓作气坐到皇冠大使 她就不会盯我 她说现在果然妈妈再也不要盯她了 可是定于对方 她不用我盯 她做得比我还好 那接下来主意也自动起来了 我越想越觉得 假如今天我自己做得非常好 可是我今天我儿子定于还在开电脑公司 那这一次的疫情 他会不会受到伤害呢 我不知道 如果哥哥今天还在那边跑外务 他现在已经超过50了 请问你 她的业务去哪里跑 这么多公司不见了 各位 再想想到我女儿 又自闭症自闭症了 她嫁到美国去 这次的疫情这么严重 在疫情期间 我女儿买了两栋房子 哎呀 我真的想想 上天对我太好了 我一定前辈子做了很多的好事 而今天在中国大陆 能够认识到 像韩姐郭大哥 然后 郑清新凡洋 吴亦 熊大哥 然后还有 大公啊 王健啊 还有 那个 迪静啊 刘洪啊 李莉莉啊 还有 尤其是堪君 今天跟我聊了快两个小时 各位 我本来跟康君讲 康君今天老师不讲了 因为本来康君跟我一起讲 那现在呢 我们没有时间 刚刚季老师 很感谢季老师看我那种 很想讲的 流口水的 所以只好可怜可怜 我剩几分钟跟我讲 他跟我讲讲五分钟 我知道我现在又讲了好多好多分钟 但是我相信各位 我的这种啊 可以说是 真感情就是好文章 也许我讲的乱乱的 可是我每个字每句话 都是真感情 我们今天觉得 这一辈子我们最有成就的 就是我们是白手齐家 就好像季老师讲的 我们今天最值得骄傲的是 我们还没有骄傲 季老师又讲了一句迷言 穷人努力是应该的 就像我们过去那么穷 我们努力是应该的 而今天在安利西亚就看到 这些皇冠大使级的 做得这么好的 他们可以不要做了 我们看到这些富人 还在为穷人努力 那真的太值得我们去感恩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不晓得我要讲下去 我讲到明天都不用打草稿 因为一桩桩一件件 勾子上了我的心头 想当年种种的精力 都是为我奠定了成功的最好的基石 如果当年没有遇到这么多的挫折 而我又不懂得去坚持 而我又不懂得把机会给别人 我今天有什么经验讲给人家听 所以今天我看到我们郁真来到了现场 我觉得郁真又那么漂亮 又是读物理化学的硕士 在那边 他虽然说很喜欢卖衣服 可是在那个 应该讲那个在菜市场里头的 几个水准上他那么高 我相信他那种怀才不遇 今天当我看到郁真来了 我真的很想说 郁真从现在开始 老师不但要去你那边 还要把你带出来 一起去逛更贵的店 那么你要开就刚会开贵一点的 那不是赚了更多吗 但是换言说亏的也更多 对吗 我们昨天去了那边最贵的店里头 就只有我们几个进去 根本没有看到几个人 我在想这个生意怎么做啊 可是今天看到了安利 谁不要刷牙 谁不要洗脸 只要用过安利的人叫他不要用 我告诉你他会跟你吵架的 真的换个牌子用 一切的命运都改变 心境一改变 懂得去住人 整个安利就不一样了 我知道今天我儿子很高兴地 会讲说妈妈妈妈 现场有一位住我家隔壁的一个 细思的姐姐 曾经陪我妈妈去杨米厂 看花 也曾经陪着我妈妈到处走 说今天也在现场 我真的很高兴 我待会也要会一会我的同乡 那接下来呢 我更高兴的就是说 各位我在马祖 居然啊 历人的那个二哥也去那边旅游过 你要去那二哥去旅游 也居然特别去我的故事馆去旅 去看 那人家那个 我们今天的那个不是那个 那个导游就恩底大哥的朋友导游 他说到了马祖问现场说 你们马祖哪里最有名 什么最有名 居然说陈王芬最有名 真的各位 你能理解吗 一个一平如实的人 今天中国大陆韩姐 如果不是疫情 又一次一次带人去 报纸都头挑头 头板在登 韩姐就带了多少人一次又一次的去 让他们所有的朋友梦想实现 让他们去印证过去的老师 是一无所有 过去的老师是一贫如洗 而居然透过案例变成应有尽有 而我们今天的下场 就是我儿子最羡慕的 我儿子说妈妈 你可不可以每一次讲最后都讲你的下场 我说儿子下场不觉得很悲惨吗 他说当时你的下场不一样 他就说妈妈你一定要讲你的下场 现在我有五个下场 第一个下场身无分文 因为我到哪里都不用带钱 每一个国家都有当地的货币 我也不要不需要去换货币 失去那种汇率 第二个呢 我度日如年 我现在每天度日如年都像过年一样的 今天中午各位你知道吗 哎呀想当年第一次去吃上泥牛排馆 因为以前都是吃的东西都不好吃 能够吃个奶酥都很好了 所以去吃上泥 真是觉得人间美味呀 我还说下一次中国大陆FC来 我一定要请他们去吃 结果现在常常去吃跟老板变成好朋友了 那各位你知道 他那个带鱼啊 比一个人还高 就鱼肉这么厚 所以呢 那个老板看我一直吃 然后他就讲 哎呀我们那个鱼头啊 我说老板为什么不见鱼头呢 他跟我去两国讲鱼头都不要 我要是过去一定不敢讲 自己穷的时候怎么敢讲 老板可以把鱼头送我 但现在常常是说 哎老板鱼头不要丢啊 鱼头你看多少钱卖给我 更贵都没关系 结果老板跟我变成好朋友 他老师一有鱼头就送给你 各位我现在天天可以吃鱼头过日子 哇今天中午 然后呢他们又买了最好的鸡 历人姐送给他两只 他知道我爱吃 一只舍不得吃 留着 结果拿回来今天树珍去 恩里去帮我做了 哇好厚的鱼哦 然后又买了最好的芒果 哇塞我虽然说减肥 但是看到这些东西 觉得不忍心嘛 各位你说对不对 不是肚立如年吗 哇塞真的像过年一样 开心的不得了 吃完又去泡咖啡 然后我就直接说 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咖啡 就是张力人泡的 然后我们今天中午就泡咖啡 跑了半天 然后又说哪一家的牛奶最好吃 我过去哪有这种闲情意志啊 所以是不是度日如年 是不是三餐不济 因为睡到中午 然后呢都吃高蛋白 然后呢到了下午才开始吃这些 刚刚来到这边实在吃不下 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吃 我媳妇买的炸鸡 小文挂柴鸡又大吃一顿 你说这个剪得下来吗 各位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是我不想剪肥 都是他们害的 所以三餐不济 度日如年 接下来呢居无定所 这次幸好疫情 所以我才留在台湾这么久 如果今天不是疫情 我不晓得世界各地又走了多少圈了 各位你说是吗 居无定所 每天醒来都问爸爸 我们今天到底在哪里 最近住久了 比较习惯是在台湾 各位是不是三个呢 哪四个念给我听 身无分文 度日如年 居无定所 三餐不济 最后一个坐以待毙 坐在那边等着全世界的货币进来 最后这一点也是蛮开心的 虽然用不到 但是一旦开放 我就可以用得到 而且今天很感谢金娜 在我们家帮我们处理了半天 我们在澳洲 在悉尼 居然有一个银行 也有钱在里头 然后呢 太久没有去动了 钱就被踢出来了 结果金娜就去帮我们弄一弄弄一弄 那个钱就可以领出来了 所以各位我们已经忘记了世界各地 哪一个地方 我们还有多少钱没有领出来 因为我们每天实在太快乐了 所以各位 假如你也喜欢这五个下场是我 儿子定于最喜欢的 居无定所 度日如年 三餐不济 还有 身无分文 坐以待毙 我也同样的送给在场的每位朋友 我想今天中国大陆的宝贝对得起你们了吧 明明告诉你 我今天不讲 我今天没有闪知 最后 郑清清越讲越兴奋 再看到我上个宝贝 你看蔡晓 讲到最后 蔡晓哭了 我们大家沉默哭了 想当年我们蔡晓 认为自己是名校毕业的 但她看到郑老师 比她更高的名校毕业以后 自己不得不玩一下腰来 所以各位在安利 有这么多高大上的人 让我们下决心 人家都选择了 为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选择 也看到这么多像我这样 歪挂列招 也没什么 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在场的每位朋友 却透过了安利 我们的一生完全改变了 我们的世世代代 绝对不是一代创业 二代首业 三代备业 我们是一代强过一代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为止 谢谢 谢谢海内外 全球各地的朋友 谢谢 我们下个月9号再见 等待着跟韩姐她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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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